新闻呛一下 朱玉寇呛新闻 好 我们刚才为各位介绍旅途中国 五月份的世界遗产的中国片的介绍 各位上网按赞分享 我们就可以出现有三本送给大家 不过现在这个时段当中 我们请到了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 简舒培来到我们节目里面 他所爆料的阴档还蛮恐怖的 舒培早 寇姐早 各位朋友大家早安 我刚刚看到我们的制作人彩虹 帮我们所收集的资料里面 包括你的咨询里面所看到的文字内容 我以为我回到过去了 因为那个文字内容 怎么跟当年李树德跟大巨蛋 马一九时代 他们所谓被批判的乔蛋的 那种用词跟错词都好像 而且文官在会议里面 市府的这些高官的态度 对于反对意见的这个人的态度 是非常强硬的 你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不好 你昨天的指控 其实这个指控其实是来自林中明 就是说林中明在他卸任之后 多次的在他的脸书或者是公开 去强调说台北市政府里面有桥段集团 那这桥段集团是以李文中 也就是当时去年 现在的这个捷运公司的董事长 那个时候是台北市政府市长室的 办公室主任兼顾问的李文中 他带领的这个集团 他多次的召开会议 那在会议里面 一直要帮远雄巨蛋 桥都省的决议 都省的决议 现在目前的决议是 他的L型基地 是59833人 就大约是6万人 那这个数字远雄不满意 不满意的原因是 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环评的人数的 就是环评说 你这个量体里面就是只能59833 那都省委员在省的时候 他想的是防灾避难人数 这两个东西是脱钩 但不可能逾越了环评的人数 这是当初在去年9月20号 都省会下的会议记录 但因为59833 远雄希望把他调真 调到7万 寇姐你知道 59833人跟7万人 之前不是传出远雄想要卖吗 59833人跟7万人 就会影响 荣流量 对 他的价值就不通了 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 呃 林周明在脸书上的指控 在去年 他卸任之前 总共有三次的会议 嗯 他被提醒 被暗示 被 甚至后来是被 他自己讲的啦 他被 怒骂 被咆哮 对 讲的就是 呃 希望能够去调整 这个 59833人 人都在都审会议里面 重新去讨论这个 这个人数 但林周明一直强调 就是说 从昨天我 我拿到的这个录音档 里面 播出来这个内容 林周明在 在整个会议 是90分钟的会议里面 嗯 其实是 多次的强调 他 必须要遵守 都审会议的决议 如果远雄不满意 远雄要来魂 更改 修正 哦 好 这是什么时候开的会议 这是 呃 我拿到的这个会议 呃 的录音档是 呃 去年11月29号 去年11月29号 在台北市政府 在台北市政府 市长市旁边的第一准备室 有哪些人 呃 有 呃 李文中 秘书长张哲阳 法务局长 颜秀慧 嗯 然后 呃 体育局长李在立 呃 刘 环保局长刘明龙 然后 还有 呃 消防局长 然后 呃 还有 林周明本人 林周明本人 嗯 对 那大巨蛋有代表 大巨蛋没有 这是私底下 他们是内部私底下 对 私底下 你的意思就是李文中 他当时他是柯文哲的办公室主任 是 他用办公室主任身份去调 调这个都审 对 然后他私下跟大家聊天 然后这些局处长来 然后正式的逃了 他要求要把这个容流量提升到七万人 对 那这个是符合大巨蛋的目标的 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讲说是柯市长 这个 嗯 指示的吗 他没有说柯市长指示啦 可是他有说 呃 因为林周明一直多次的讲说 要远雄自己 呃 提 修正文来 对 那这个李文中就说 呃 他曾经有一次会议带着袁秀会跟不知道某一个人 去跟远雄谈 但远雄就是不愿意 他们就是不愿意 那李文中难道要叫这些市府官员就自己 开会帮他把容流量提升啊 是啊 整个会议 如果违法将来被这个提告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大问题 那 为什么有这个录音档出现 流出 我相信这样子的会议在去年 可能这一场不是只有一场 嗯 你只有一场的 我现在目前只 我我只有一场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从林周明的咨询而来 因为林周明指控他自己就曾经有三场 嗯啊 对 有三场这样会议在吵这个事情 嗯 但我的多次咨询 柯市长不愿意面对 我在今年的施政报告第一场会议的 第一场咨询的时候 我就跟柯市长讲 林周明的质疑 嗯 柯市长没有处理 后来我要求阵风处去调查 嗯 阵风处的调查无关痛痒 就说他们没有涉及不法 嗯 后来我在专案报告的时候 再一次提醒柯文哲 柯市长 但柯市长也都没有处理 我昨天的咨询 我问柯市长说 你不知道这个事情 你也不知道李文中去讨去开的这些会议 那我已经跟你多次提醒 林周明也多次PO文提醒你 你有没有把李文中 还有把与会的这些官员叫来问问 你们在讲什么 李文中现在在干嘛 他现在是 他现在是据运公司的董事长啊 但是他也是要负起责任啊 当然是啊 改了没呢 最后到现在还没有改 对不对 到现在没有改 也就是都审这个决议 李文中涉嫌企图修正这个容流量 然后我们的市政府的市府的技术官僚 是认为说应该由大巨蛋方面提出 而且呢他要提出环差报告 那如果提出的话时间又要延长 那李文中想要赶快把大巨蛋事情瞧好 是这样吗 对不对 是没有错 就是说在这个会议里面 大家就是要帮远雄节省最多的时间 所以里面环保局长刘明荣 第一个他也曾经讲过 他要让模拟人数 就是大巨蛋逃灾避难的模拟人数 跟环平多沟 如果环差 这个逃难 这个防灾避难 远雄防灾避难的人数能够过 都审就应该要让他过 然后他主张环平 刘明荣啦 就我们的环保局局长 他主张环平归环平 都审归都审 他就是要让他脱钩 而且他在会议当中 还大声的说 他讲出这个话 柯文哲科市长要请他吃牛排 啊 那这就是帮李文中在 瞧这个事啊 我们呢 李文中找了很多的官员 多人在开支 那最后为什么是 是谁在坚持呢 智林周明 智林周明坚持啊 东发局长 所以与会的八个官员里面 只有一个人不坚持 那个人后来被请辞了 只有那个人不答应了啊 要把这个 容留人数提高到七万人啊 这个人也不是请辞 他是被请辞吧 对 林周明被请辞 我们听一段啊 这个90分钟 他很长 这个录音档当中 我们截取了一段 让大家感受一下 那个录音档是怎么回事 这个柯文哲听到以后 只在那边质疑窃听 但是他都没有质疑说 这个案子背后 到底怎么回事 是李文中在乱搞吗 还是柯文哲 这个只是李文中乱搞呢 就正风是应该查呀 对 大家都这个意思 对不对 我告诉你那个我言 你不能这样弄 对啊 我今天不是 我告诉你 你是 你不知道这个 我不知道这个事 如果是这样 我应该把他这样跳 那我会这样 你不要生气 来你做这个 因为我们这种 你活动过了 这个都不能这样 我们今天在座 一定要解决一些事情 也不满 讲白一点 我对局 我讲白一点 18号 12月18 总辞 对不对 20号就要上任 所以我觉得在前面 我们大概厘清 大家的强法观念 到底谁违法 谁不违法 我们大概都要合法这样做事 现在是委员会 我不是针对周明 委员会就是他讲 他讲的 跟我讲的一样 你这个人家未知数了 你委员有何大 你天大的改知 你把一个误会来 将来人家都不知道 是人家大的庭 第一个 这就是共同决议吗 你怎么讲的 对 然后一个人决议 就可以做成吗 那我要 我要了解 对不起 因为李文中 我才来办理 我不知道 我今天也跟了一个委员会 在以前委员 我会了解 中央的委员会是怎么开的 我很认真 我去学 他没说没有道理 你凭什么把一个 未知数了 你讲的很对 这条文跟第二条 我也对委员会的决议 我也有意见 第一个 我同意你讲的 委员会怎么可以做这种决议 所以你不要生气 我以前跟周明说过了 就接着大家一起来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今天来就几个局长 因为今天来都是要确定大需要可以往前走 我讲白一点 我们希望要赶快弄定 那我常讲我在过去六月五三两 您不要把我当师 李文中是什么顾问分量 顾问什么没有 又把我当老百姓 我常讲这句话 你这样讲怎么可以录悠悠大众的口 这需要专家吗 我不认为 这是常识 对不起我就指什么了 所以你先不要那么 第二点 这里也有关 跟你讲了吗 这逻辑完全一样 你一次三辆 最后下辆240辆的车 你说进来这边 所以就整区要评估 跟你回答 那如果能经过那个国际议 我要整体评估 我也岂岂以为不可 我都跟我提答 你这个为了这个下来 你等这边下车 这个车子这边下 所以要整体评估 为什么第一次督省呢 远雄不愿意 因为全部要评估的时候 那时间起码半点 等完了 半点到一年 因为他要去算 本来过去的防災 是从这里面防災嘛 就都委会 一弄从这边上架车 就算你全部一下 两千年下来 因为你全需要评估 这我认为 一常识来讲我也评估 这我已经终于报告过了 所以那 周明刚才开仲明 第一句话就是说 督省的确议不能更改 我也问过了 为什么不能跟他 我也问过了 准备被查记录嘛 可是 我们不要谈得那么严肃 其实这个 不合常识的东西嘛 我不晓得 你们都比我有经验 好 新闻呛一下 朱玉寇呛呛新闻 好 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昨天呢 在议会 对柯文哲提出质询 公布了录音档 而这个录音档就证明 林周明呢 在前一阵子 他所指控的就是 新任的这个 柯市府的第二届以后呢 他就被百般刁难 要把他调走啊 或者是把他这个名声按架啊 等等呢 最后他就被辞退 被辞退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有接受 柯市府的这个 前办公室主任李文中等人 他们的这个施压 要把大巨蛋的容流量 从五万九千多人 增加到七万人 那刚才我们的这个 录音档里面 很清楚的是 李文中有说 12月18号要总辞 对 12月25号新政府上任 对所以大家要先确认一下 有没有这个 大家要怎么样 态度 所以那天他开会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 刘明龙还说 就分开 环差跟那个 公安分开 环平归环平都省归都省 都省归都省 那他还说如果过的话 那个柯文就要请他吃牛饭 所以其他人全部都赞成 全部都是 这个 被被关说成功了 只有林周明反对 大家一起都在想办法 而且一起在说服林周明 要帮远雄想办法 就是一级主管 全部在干这事 对 后来林周明讲的就是说 都省的决议 从来未被更改过 就他记忆所记 这在会议记 这个录音档里面 就是说 都省的决议 从来没有被更改过 他可以想到 如果远雄 真的有意见 想要做更改 就是大家会议讨论的 要从59833 变7万人的话 那请远雄来 他希望是过一个行政程序 那李文中的意思就是 让都省都发局 透过这个乔 乔都都省委员 然后赶快帮他过关 为什么他要这样 为什么在去年11月29号 李文中要召集这个会议 要在12月25号 知道都发局的所有的人的看法 然后不接受的这个人 林周明就被逼退 但是因为林周明被逼退的时候 对外公布了这件事 所以现在都发局还没有动吗 都发局现在的审查 人数都是还是59833 他们昨天不是在审查吗 对 可是很有趣的是 9月20号的决议是59833 如果远雄想要做7万 都省委员要查 起码他要来文来改 他到现在还没有申请 他没有来申请 但我们已经开始在 这个林周明卸任之后的两次 包含昨天总共三次的都省会里面 都有看到远雄送7万人来讨论 寇姐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之前的会议结论就跟你讲说 你只能讨论59833哦 你要讨论59833以外的书字 请你来文修改 要不然第二个方式就是送还差 等还差过后 你再来我都省会审查 而现在呢 结果呢他们都没有做 也没有来文 然后就把人数改成7万人了 对 没有 他两岸并成的审查 这也是很奇怪啊 这不是弊案吗 这中间绝对不合法 这就是帮他开了一个后门啊 那现在都发局长在干这事啊 都发局长他还是非常严谨分寸 因为他有一个前都发局长林周明在监督他 林周明天天在盯他 昨天那个啊 舒培公布了这个录音档之后 林周明昨天晚上也po文啊 就是柯文成你小心一点嘛 就还有李文中你小心坐牢 对不对 那林周明深夜po文 这个对乔戴的音档 他说别对威权屈服 不是你讲他们都屈服啦 绝大多数都屈服 但是现任的都发局长还没有 呃 现任没有 那都省委员更不应该屈服啊 我相信 我不知道欸 我如果是台本市都省会的委员 我听到这个录音档 我会非常生气 因为李文中说都省委员偏大的胆子 敢去敢去审这样子的案子 下这样的决议 哦 对啊 非常伟大 那我们刚才公布的那大部分讲话 就是李文中 对大部分都是李文中 而且他也认为都省委员不应该下这样的决议 哦 这个无限上纲了 嗯 这90分钟你全部都听完了 嗯 呃我没有全部听完 因为提供给我的这个民众 他其实揭取了七段给我 是民众 克文哲说你这个说你涉及有窃听啊 然后还有人说如果是窃听是犯法的 嗯 如果真的是窃听 那真的是犯法 但这个录音带提供给我的就是一个民众 但 我相信 他如果愿意站出来 就不需要讲我指手了 OK好 反正就是真实的 那表示克文哲证明了这这件事情吗 讲话的人啊 他都知道嘛 嗯 那我问你哦 那在这个里面我看到你们的文字党里面有那个 就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列入记录 使我回想到李树德当时也是这样啊 而且这还是柯文哲任内抓币啊 抓出来的录音档 所以我这一次听到这个录音档 我第一次 第一个感觉就是说 郝龙斌的时候只有一个李树哲 柯文哲市长 到底他身边有多少李树哲 不是李文中不是开会 除了一个林州米 有反对意见 其他人都 都是李树哲 都是李树哲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我如果是柯文哲 我应该要生气这一点 而不是这个录音带是从何而来 他生气干嘛 说不定是他 你认为不是他默认的吗 嗯 我不愿意 因为我也没有证据去做这样的质疑 但我觉得 从我 多次提醒他 跟林周明多次的po文 柯文哲都没有去问李文中 这三次的会议到底讨论什么 好 那李文中为谁啊 所以他还犯法吗 为谁应该不犯法 但我们也不希望他真的实现 因为你要真的做了 他真的达成之后才犯法 那这个蛋就回不来了 一颗不安全的蛋就回不来了 但是问题是柯文哲 你要面对这个状况 你用的这个人 现在还在做监运公司董事长 对不对 而且升官哦 现在都发局长小心一点 你们做事情 我跟你讲 历史上你还有录音党吗 因为他们要留党 那还有就是有正义支持 会给议员呢 关于说这个会议不列入记录 所以他们没有文字记录 没有文字记录 只有录音党 只有录音党 录音党有归档吗 没有归档 没有归档 这个是一个神秘消失不在市政府的 历史记录里的一次会议吗 靠久我跟妳讲 这更可以 这个 对它是完全消失的 就是你正式去跟台北市政府要资料 你是看不到有这个会议的 哦 那这个会议 当天李文中用什么资格 什么身份 什么角色 为什么借口叫他们开会 我有问过这件事情 我就说到底李文中用什么名义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你们开会 问过局处找 大家讲不清楚 郑峰我也要求 我也要求郑峰处去查 说这三次的会议到底是由谁召开 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邀请大家来 郑峰处去问 也讲不清楚 你有问李文中吗 他到现在为止 李文中这个当事人有回答这个问题吗 没有 所以你要继续追对不对 我们听一段简单的一句而已哦 好恐怖哦 就是不要列入记录 所以结论就是 可以做结论了吗 这个是李文中 就是要对方发文是不是 还是一样 因为 金远雄发文 都省不会主动 主动更正 修正 反正你那边拧一下 金远雄 对9月20号 10月1号的 那个都省结论有决议 随便我们这个也不做记录 好 好吧 就随便 只是有个公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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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啦 好 哦 也不要做成记录了 那谁啊 另外一个 这个是大巨蛋筹备处的副主任 然后他也是市政府的参议 他在市长市上班的 他叫做陈氏 好 我问你那这个事情未来会发展如何 你要怎么追 我因为我 我曾经已经 我已经要求过政风处去调查 但政风处的报告就是查无不正 好那就查到地监署去啊 对所以我会把所有的资料送给地监署 也会送给监察院 因为他毕竟他未睡 好 也许不能罚 好谢谢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呛新闻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